今天開直播 是因為買到這個多利的新餅 千層蛋糕 所以開直播做試吃 這個千層蛋糕好像他們做了不太多次 還有新製的 所以試一試看 看看好不好吃 所有樣子給大家看 好光 先噴回後一點 我已經沒有開燈了 這樣吧 可以好一點 我看不到 它的餅 就是這樣的 千層蛋糕 它的底部有海綿蛋糕底 有 藍莓 有奶油 嘩 嘩 嘩 又倒了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我多開一盞燈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直立好 這些皮 很適合自己煎 嗯 它是Pancake皮 我先拿起來 反正都是自己吃 它又是Pancake皮 這個皮 是Pancake皮 就是Pancake皮 它的皮 但是 你 一層一層 即是你 你 價錢跟這個 皮是要成正比 也是手工的 千層蛋糕 Kickman XK是約$45件 這塊在賣$25件 我們試試一下 皮革有點硬 不太能放進去 這塊皮很像平常吃的 Pancake的皮味 怎麼說呢? 有點像芒果Pancake的味 很大塊的Cream 是一種懷舊的味道 很久沒吃過這塊 不過它的Cream如果用這塊皮 我略嫌不太多Cream 我略嫌不太多Cream 如果多一點Cream會比較好 因為它這塊皮 要多Cream才好 其實你看到 我想它不想大家吃到一口Cream 但這塊要多Cream會比較好吃 不甜的 不是不甜 不太甜 先吃一顆蘭蔔 最喜歡吃一點 最喜歡吃一點 嗯 拆解一下給大家 它每一層都不算太多Cream 有飽爆感 這塊是有飽爆感的 所以這塊是有飽爆感的 最喜歡吃到一口Cream 會有很多Cream 整體來說 如果多一點Cream 會好吃很多 雖然會比較柔軟 不太甜 吃完 今晚不想吃飯 有飽爆感 再試試一下 如果是平均的話 應該會有7分8分 至於這些懷舊的味道 有一點加分 這樣 今天直播就是這麼多了 試完這個 自費的 沒有 全部都要給錢買 我也是有排隊賣的 所以 如果是吃這個 其實是 就是 質素和價錢 是 對得住 價錢是對得住 質素 所以 大家不要 期望太大 但是 它是抵食的 因為我看到 多利最近都被人說 是普通病店 其實它真的是一間 比較 平民的餅店 它做的東西是好吃的 也是抵食的 所以 無需 要 吃了 就是 大家想吃的東西 還有 排隊是很重要的 要遵守這個排隊的定位 那就可以買到東西了 它好像有個TG 可以讓大家看到 什麼時候出動病 那就可以了 自己留意 或者看看 Facebook Page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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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